即是沒有辦法中資的辦法 所以始終都是解決香港的房屋政策 假如你多建一些公屋、居屋的時候 相對於你劏房的受歡迎程度就減低 誰喜歡想住劏房 是否只有幾十呎 還有幾千元 做到你全國和地產商協作 那些樓價車樓公司 在長沙環那邊的建立 那些樓價車樓公司真的貴到非起 雖然它現在起的 但是一架都已經有說出來 都拍得出一些市民樓 其實市警局是否真的為了市民 為了一個樓區重新出名 還是它和地產商有協作呢 所以等一下會再說 我們現在走過去維同公義再去移動 叫社區住房 當時其實是一些私人形式的出租公園 衛群公園 那現在這裡有五層 上面那兩層就是一些板間房 板間房是什麼呢 就是說一用全部用板間的 但是中間就用一些磨砂玻璃 上面通風的 那好處是什麼呢 空氣流通 還有共用廚房和教育室 就不像現在那些劏房的 自己有套廁的 那那個好處是什麼呢 其實因為你現在是劏得太多 薄得太多喉 好像不爆水喉 而且很制度多污染物 還要是走火警的時候很危險 所以這個是相對比較安全一點的 而下面那些就是床位 就是那些 我們以前曾經說龍屋那些問題 那些床位 那 幾元而已 跟著上面那些是十元八元 但是在當時 六十年代 很厲害的 因為這個建築文是一九五幾年起的 六十年代已經很厲害了 那去到什麼時候就消空了呢 去到八九十年代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那個業主移民了之後 找不回去的 他不知道是如何過身還是怎樣 總之是沒有人去再打你這個建築文 於是就消空了 但是你見下面還有很多綠色在這裏 那個奇景就是這裏 但是在外國的經驗 其實政府是要用公權力收回去的 怎樣呢 就不需要拆它 不需要重建 抹化它 繼續做回這些社區住房 那當那業主回來的時候 這個物業我就好 那我就給你錢 你不喜歡我就換地給你 就是外國的做法就會是這樣 那你不會浪費了一些資源 你想想多好啊 這裏肯定可以 選這些房子 肯定是住得好一點 總之我們走得很浪費 但現在上面有人住 現在露個衣服在這裏 那裏不知道是不是康家 那麼苦苦 做人做那麼苦 這些就是其他路縮者底下的人 非常的緊張 好 展一 我們說 我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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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观看